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三个马位以后 电尾的两匹马包括金鸣在外侧内侧的位置就是暴飞龙了 现在在前面超快一马当先 控制整场的步速 跟住后面是八星暴起 在后面林嘉西奈在外侧中间的是太平音速 内侧的位置则有天马 现在在前面超快是尝试想要摆脱对手的 在前面领出来有三个多马位的领放优势 看扣住这个江绳 在前面是撒开刺提狂奔的 后面追的接近的 包括了这个太平音速 但是那个超快没有慢下脚步的 超快在前面连推带打 在前面是尝试保持这个音速 率先抵达中点 打扰对线 后面太平音速跑一个第二 上来的马匹呢 三三四四的就一拥而上了 包括了有精明灵力及崇高至尊 林嘉西奈 还有天马流星 跟住内侧的是这个天马 在后面呢 就有八星暴起 这个天马也是同样的 虚实略显有点沉闷的一场赛事啊 因为出闸以后抢到领放以后 这个超快就没有给其他对手任何的机会 虚实略显有点沉闷的一场赛事啊 因为出闸以后一讲到领放以后 这个超快就没有其他对手任何的机会 最后面呢 你看这个马区就真的是 比较平稳的 太平音速在能力上面 后面呢 你看这个马匹呢 就真的是 有明显的这个落差了 在能力上面 果然 Game 3 号 Direction 两个角落 哈哈哈 连骋我这样子嘛 因为我这样子嘛 哈哈哈 还骋我这样子嘛 哈哈哈 你是跟那一拳 嗯 也是跟那一拳 你是跟那一拳 哈哈